那么我们来看我们如何解决一个非线性的优化 不等式下的优化问题 那么我们这里来说 我们所有的一个问题是什么 我们有一个不等式 在不等式之下我们希望 把 这个 2分之1w平方 求到一个最小值 那么在优化问题里面呢 这是一个非常难的问题 非常难的问题 因为我们不喜欢这样的优化 我们不能够直接通过 梯度下降这样的方法来找到解 你可能梯度下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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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已经出了范围了 那就没有意义了 对不对 那么所以我们需要希望把它转化成一个 无约数条件下的优化问题 就像数学里 你经常做的 我们把除法转化为乘法 把根号转化为各种其他的运算 去做解决 对不对 那么我们这里是一样的 我们希望把不等式的优化转化为等式的优化 转化为 其实等式优化是更简单一点的 虽然它也是有限制条件 那如果你的限制条件不是一个不等式 是一个等式是更简单的 然后最终再转化为一个无条件的优化 那么这样的一套思维工具 我们把它转为数学工具 它就叫做什么呢 拉格朗日 好 我们说这个思路 我给大家写一下 一旦达到无优预约数优化 我们就可以用我们输出复复的梯度下降 去搞定这个问题了 梯度下降去搞定这个问题了 那么我们来看怎么做 大名鼎鼎的法国数学家 拉格朗日 这个数学物理的人很聪明 很熟悉 来解决这个问题 那么拉格朗日函数是什么 我们最优的量 2分之1W平方 我们之后加一个拉格朗日乘子 把我们的约束条件放进去 我们用为了简化 我们这样写 因为我们有好多个点 对吧 对于每一个点 我们都有一个爱在这里 我们的数据是N个数据 对不对 到这个东西 然后我们来 然后呢 当然我们还有一个 这里还有一个重要点 以后再解释为什么 我们把它转换 从这样的一个问题 这样一个问题 那么这个问题的含义是什么 第一 这还有一个点 还有一个点 这个是我们的最终的一个转化出来的拉格朗日的问题 大家注意 我们的这个受限条件变得简单了 就只是这样的一个受限条件 然后呢 我们这边呢 多增加了一个拉格朗日乘子 阿法 然后呢 我们多了一个什么呢 我们这里的要优化的目标 我们整体的就是一个 又有最小又有最大的那么一个东西 这是我们最终写成的一个形态 我们说它等价于我们原先的那个不等式的优化 我们管它叫原问题 它等价于原先的那个问题 那么原先的问题是什么 我们给大家提示一下 RVW平方最小 加上一个很复杂的 这优化条件 当然这里我好像拉了一个东西 大家看 我们的拉格朗日 函数 就是把我们的约数条件 乘以一个 阿法 再加合起来 把这些约数条件一个一个的累加起来 加到我们要优化的目标W平方后面去 那我们来回顾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 为什么我们说 现在的这个拉格朗日的这个表述 我们先不管这个拉格朗日的表述 到底是如何简化优化问题的 我们就来看一下 为什么它等价于原问题 如果你不去了解里面的数学的话 你真的是看不出来 好 OK 好 那么我们来看 首先我们把这个 我们看这个不等式 这个叫 叫min max不等式 对吧 非常宁吧 又取最小 又取最大 大家注意 这里并没有矛盾 因为它在一个维度取最小 另外一个维度取最大 首先对α取最大 它我们它是W和α的函数 对α取最大 那这个不 这个L会干什么事情 那么在这个时刻 W是自由的 因为W还没有受限制 那么我们在W W如果是自由的 那W和B 但是加一个B 但B影响不是很大 我就没写 那么W是自由的 那么就类就在 意思就是那个 分类的界限是自由的 那么分类界限是自由的 就有可能分错 所以这个时候 就有错分点 有正确点 当然在正确点里 又可以分为支持项量 和这个 和这个不太重要的 那些支持项量背后的 那个大众 那么叫非支持项量 那这样一个点 它的特点是 错误的点 那特点是什么 我们说这里的错误 叫做不是绝对的错误 它是一个 它就是有些 有些错误的点 虽然在 虽然其实分类是正确 但是你进入到风险区域 在SVM的视角下 它依然是错误的 OK 还是小于一 风险区域 就是那个见隔带里面 见隔带是前线 你进入前线 你越雷池 你就是错误的 你再来看 支持的支向量 这个 OK 三种 三种 三种在这里 那么对于这第一种 我们的α 取什么样的支 我们说α 是乘在这上面 想到的 α取什么样的值 能够使得L 最大 这里的 这个东西 就是说它减一是小于零 对吧 那么 那么α 乘在一个小于零的数上 乘在一个负数上面去 那么α 什么时候α最大 大家注意 这里面 这个1减和减1 我写反了 在真实 SVM的问题里 它是1减去 这个东西 那么我们 为了方便起 我们在这里不方便改 给大家图改 我们就把 应该这个是个减号 到这个位置 我强行的给它 改成减号 这是个减号 这个擦不掉 强行改成减号 那么实际上 它或者说 它应该是加上一个1减去 这么多 这么多东西 的一个形式 1减就这么多的一个形式 OK 那么我们来看 假如说它是1减去这样的一个形式 我们来看